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近日 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新法案 从2025年开始取消对社会保障福利的联邦税收 同时引入新的资金来源 该计划有望延续20年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吉克雷格 安吉克里格表示 她重新引入了一项名为你赚的 你留着的法案 You earned it You keep it act 该法案将废除对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 将钱款返还给退休人员 此外 美国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对该法案的一份分析显示 融资方面的变化将使该机构 能够继续全额支付到2054年 比目前的预测涨出20年 克雷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项法案实现了双赢既为老年人减税 又能确保更多的美国人 能够依靠他们所获得的社会保障福利 以下是该法案的工作原理 该法案在福利融资方式上的重大变化 与社会保障工资税有关 到2024年雇主和雇员各自缴纳工资的6.2%的税 最高可达168,600美元自营职业者缴纳12.4%的税 拟役的法案将在收入超过25万美元时重新启动工资税 依靠高收入者增加资金 这些融资措施可能使退休人员有能力享受其全部社会保障福利 目前综合收入包括调整后的总收入 加上非应税利息 加上一半的社会保障福利在25,000美元或以上的人 以及联合申报的综合收入为32,000美元或以上的夫妇 目前至少要为其福利的50%纳税 该法案将取消这些税收 根据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 每年约有40%的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人 最终要为其纳税 根据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一项分析 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APER从2013年的12.9%几乎翻了一番 到2023年达到22.8% 使得去年消费者利息费用达到约250亿元 根据CFPB对联储会数据的分析 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在去年年底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联储自1994年开始追踪这项数据 平均年利率飙升之际 信用卡债务创下历史新高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称 美国信用卡债务在2023年第四季度超过1.1万亿元 违约率也有所上升 而根据Bankrate的分析 36%的美国人连续第二年报告称 他们的信用卡债务超过了紧急储蓄 这是自2011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 CFPB写道 由于金融费用通常是最低还款额的一部分 这种额外的利息负担可能会使消费者陷入持续的债务 产生的利息和费用比他们每年支付的本金还要多 甚至造成拖欠 CFPB发现 过去十年中 近一半的平均A per增长 是由信用卡发行商提高A per利润率推动的 所有信用等级的A per都有所增加 报告解释说 大多数信用卡账户的A per可以被视为 由最优惠利率和A per利润率组成 最优惠利率大多数银行用来设定利率的基准 是反映银行融资成本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近年来银行融资成本一直在上升 但除了最优惠利率的变化 信用卡发行商还大幅提高了平均A per借钱给消费者是有风险的 而A per利润率产生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风险 根据CFPB对联储数据的分析 一直徘徊在10%左右的A per利润率在2019年左右开始上升 在2023年达到14.3%的高点 联储加息也推高了最优惠利率 进一步推高了整体A per CFPB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规模较大的信用卡发卡机构与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相较 提供的条款更差 费用也更高 报告称 选择利率较低的小型银行的客户平均每年可节省400至500元 代表美国主要银行的行业组织消费者银行家协会称 这份报告具有误导性 称其对年利率的关注 未能考虑到大型银行所提供的一系列产品的不同利率 费用和回报 但在新的报告中 CFPB的态度更加强硬 结论写道 消费信用卡市场的高度集中 以及抑制消费者寻找昂贵信用卡产品替代品的做法 可能有助于解释 为何信用卡发卡机构能够支撑高利率来增加利润 两名马里兰州的华裔男子 因从苹果公司骗取总值超过300万元的iPhone 而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据报道 孙浩天和薛鹏飞都为中国公民 他们被指在华盛顿特区参与了一项复杂的计划 指在从科技巨头苹果公司那里 以伪造的iPhone骗取正品 检方称 在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 孙、薛和其他同谋者将假iPhone送到苹果公司进行维修 并收到了正品iPhone作为补偿 据悉 这两人通过华盛顿特区各处的Apps邮箱 收取从香港寄来的假iPhone 然后送到苹果专卖店进行维修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他们共计收到了5000多部真iPhone 因为假手机有着真假难辨的序列号和获IMEI号 检方称 2017年 孙用他的马里兰州驾照和大学ID开通了8个Apps邮箱 并在后续犯罪过程中使用了假名 但最终于2019年12月5日被捕 陪审团已经判定孙和靴犯有邮件欺诈罪和串谋邮邮件欺诈罪 他们将于6月21日被量刑 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 有议员提出本国近日有一爆炸性报道 只有中国侨民向加拿大汇丰银行HSBC虚报收入 从而骗取按揭贷款买房 即以洗黑钱 议员就此向联邦政府查问 事件如果获得证实 会否影响正在进行中的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并购加拿大汇丰的交易 在本月8日国会财政常务委员会 一个关于法定审查犯罪收益洗钱 与恐怖主义融资法 Proceeds of Crime Money L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Act的会议上 保守党议员马兰茨·马蒂·马蒂·马尼斯表示 在周二 记者库珀、Sam Cooper在新 报道中概述了一些严重指控 关于汇丰银行涉及按揭贷款欺诈 导致了相应的洗钱活动 当中主要的指控就是 按揭申请人提交虚假的收入证明信件来申请贷款 从而利用犯罪所得的现金以获取大额的房屋按揭贷款 他续说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想知道 财政部长于去年12月批准汇丰和黄银合并之前 他是否知道这些指控 联邦财政部助理副部长布拉索Julian Berzo回应 他也有留意到这篇报道 但对于马兰茨提出的问题 他不清楚答案 将于稍后补上回复 马兰茨追问 皇家银行并购加拿大汇丰 如果报道中的违规获得证实 将会是皇家银行还是汇丰要为罚款负责 布拉索表示 如果发生这情况 政府将检视当中是哪方面需要负责 如果涉及欺诈 那些促成了欺诈的个人 仍需为此负上责任 布拉索回应称 尽管财政部长批准了黄银并购加拿大汇丰 但他掌有最终决定权 可以暂停或推翻此前的决定 独立媒体新闻社The Bureau六日报道 有自称曾任职加拿大汇丰多伦多 Aurora分行的员工爆料称 从2015年起 多伦多地区多家汇丰分行 向一些报称 个人年收入高达数十万元的中国侨民 合共发放了至少5亿元按揭贷款 这些申请人报称 自己透过姚聚工作 从中国赚取到丰厚工资 报道指 该地产经济在2016年 被加拿大汇丰甩掉后 立即轻易获得其他大银行的按揭贷款 表明来自中国已虚假收入行骗的网络 在遍及加拿大整个银行业都有运作 报道又指 这名员工曾于2022年4月 向汇丰高层发送电邮告密 只可能有员工从贷款欺诈活动中 获取不法利益 银行曾就此进行内部调查 新闻社报道指 金融机构总监办公室 AFC 加拿大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以及皇家骑警 均知悉从中国和伊朗等国 涌入加拿大银行和房地产界的 数十亿元洗钱活动 但这些监管机构 并没有足够的权力进行干预 随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临近 前总统川普最近做了一次 极不寻常的尝试 在号称全球最伟大的运动鞋展 SneakerCon上兜售川普品牌新运动鞋 就在被判3.55亿元天价罚款后 第二天 川普出现在费城会议中心 推荐他所谓第一款官方川普鞋 这款金色闪亮的高帮鞋 背面有美国国旗图案 取名为永不投降高帮鞋 售价399元 被描述为限量版的这款运动鞋 号称是真正的收藏家物品 大胆 金色 坚韧 就像川普一样 还希望支持者系好鞋带 准备好去征服 这款鞋在一个新的网站上出售 该网站还出售其他川普品牌的鞋 和VictorE47古龙水和香水 每瓶售价99元 虽然该网站表示 它与川普的竞选活动没有关系 但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 还是在网上发帖宣传了此次授鞋事件 就在前一天 川普及其公司因在财务问题上 夸大其词并欺骗银行等机构 而被纽约司法机构判罚3.55亿元 此前 川普还被判向作家卡罗尔支付8330万元 作为诽谤他生育的赔偿 美联社称 加上利息 川普目前的法律债务可能已超5亿元 就在发售该鞋当晚 这款运动鞋在网站上已经售庆 据该网站称 目前有一千双该运动鞋可供购买 其中至少有十款金色运动鞋 有特朗普随机亲笔签名 对于川普的这次偿心 他的政敌自然要进行一番嘲讽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发言人 迈克尔泰勒 对特朗普在运动鞋展上的亮相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出现在 兜售盗版Off-White运动鞋的活动上 这是他余生中最接近空军一号的一次亮相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